買二手樓即是買賢樓,對吧? 二手樓的市場在香港是非常活躍的 準備買樓的朋友就要留意 買二手樓十部局 如果想找樓盤的話 可以透過找樓平台或地產公司幫忙 尤其是一些樓齡較高的洋房 因為它是火數不多,放盤量少 如果你不是住在那區的話 真的不知道相關的消息 找到有興趣的樓盤之後 下一步就是實地看樓 除了要看看大廈和單位的保養情況之外 還要留意有沒有流水的問題 如果你是找地產代理去找樓的時候 看樓之前就要簽一份叫做看樓紙 防止買家繞過代理直接跟業主溝通 想了解賣家的叫價合不合理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想銀行網站 對物業進行一個免費的股價 銀行對物業的股值 就是物業市價的一個指標 有了這個參考 你就有自己的心水價位 再跟賣家談談的價錢吧 當談好價錢之後 買賣雙方需要簽訂一份臨時買賣合約 當中要列明成交價、成交日期、付款方法 以及訂金、金額等等 簡單來說就是一份二項書 而這個時候買家也需要向賣家 給一個臨時的訂金 俗稱小訂,大概是樓價3至5% 在簽了臨約之後就可以申請按揭 但申請按揭之前必須要考慮以下幾點 包括就是按揭的利率、按揭的回贈和佛式期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經濟狀況 來選一個適合自己的計劃 通常在簽完臨約之後的14天 雙方就會委託律師簽一份正式買賣合約 而買家也需要付加付訂金 俗稱大訂 大訂年細訂大概是樓價的10%左右 買家需要在簽了正式買賣合約30天之內 就交印花稅 樓價越貴,稅率越高 買二手樓一般都是現狀買入 一簽樓契代表買家同意物業的現狀 並且事後不會作出追究 所以在驗樓的時候,記得看清楚一點 成交當日大家要到律師樓簽轉樣契 即是樓契 一般會在正式買賣合約60天至90天內 然後簽好的樓契 就會直接到土地註冊署登記 這個時候買家亦需要付尾數和代理佣金 一般來說,買賣雙方要付樓價的1%作為佣金 成為業主之後 大家可以選擇幫自己物業買火險和家居保險 一般新型屋苑已經買了保險 保障整個大廈 但私人範圍就零計 PiPiPiChannel